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5月26日 洛杉矶FC叛赢打比战 洛杉矶双雄的美国公开杯第五圈的焦点对话 将在周四上午进行 比赛地点为洛杉矶银河主场 洛杉矶FC经济联赛整体表现更佳 同时他们的晋级历程更为轻松 看好他们此番能够顺利迎波晋级 联赛方面 洛杉矶FC13轮过后手握26分0跑西岸 他们军场2比1.08的得失球比在西岸属于顶尖行列 其中球队目前联赛入球数大于2球的一共有4人 分别是卡路士维拿以及祖歇斯芬达等 前者以6球成为球队头号射手 他的发挥是关键所在 至于洛杉矶银河就没有洛杉矶FC发挥的那么好 他们13轮过后已经录得5场败仗 积分方面只有20分 攻击火力低下是命门所在 军场入一球的表现 甚至放眼全西岸只比倒数的肯萨斯体育会好 综上所述 论联赛表现 洛杉矶银河俨然不会是洛杉矶FC的对手 公开杯方面 洛杉矶双雄在公开杯上的造诣并不高 洛杉矶FC一次决赛都未入过 而洛杉矶银河则要好些许 一共4次杀入决赛 有两次能够捧杯 聚焦于金界赛事 从此前的晋级历程来看 洛杉矶FC突出一个云淡风轻 第三圈战起的他们分别以5比1以及2比0的比分 先后淘汰奥兰智郡SC和波特兰伐木者 其中他们每场都是率先入球的那方 甚至与奥兰智郡SC一役 上半场就取得了3比0的领先 反观洛杉矶银河将实用主义贯彻到底 此前两圈赛事每场竞胜球都未一球 不过考虑到对手均为低阻别球队 甚至上一圈赛事还被加州联合先锋攻入了二球 如此孱弱的后防 的确令人对其本场打比战期望降低 就连面对一支低阻别球队都踢得如此艰难 此番同城死敌之争 洛杉矶银河凶多吉少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